南方澳例行街上的社区巷弄内 传来悠悠的助导声 这是宜兰地区的第一座清真寺 当年七八位印尼渔工 创立了台湾印尼海园组织 他们和在南方澳经营自助洗衣店的老板 张宣明提起 想要成立一座清真寺的想法 他当时应该跟我说 这边有可以让他们祈祷的地方 可以让他们的心情比较平静 也可以比较有一个往前 继续努力的一个动力 一开始大家合租了一栋名宅 布置成简约的清真寺空间 但是后来屋主另有用途 把房子收回 于是大家决定干脆集资一股作气 把房子买下来 作为永久的清真寺 政府机关找不到适用的法令 张宣明还被诊断罹患癌症 得立刻进行疗程 就在大家绝望之际 另外一位强力助攻的人出现了 他是李英琪也是印尼人 在宜兰状围和先生一块种哈密瓜 另外他也协助县政府担任通议 就在某一次通议的场合 与南方澳的渔工接触 得知他们想要成立清真寺的心愿 这个计划是我去台北清真寺那一边 对不对 就是跟他们说 我们这个一共有资了一些钱 真的想成立个清真寺 马上就过来 好 那全的费用 这是回教 回教协会的 要全部他的付钱 南方澳清真寺在2019年正式启用 一座不再流浪的清真寺 不只让他们身心安顿 也成为南方澳最美的一道风景